Hello,大家好,我是Anna 今天我们讲故事 讲成语故事 我们还是用这本英文书 因为呢,它可以通过这个英文写我们的中文成语中文 你看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正人买旅 你看,中文成语就四个中文字 但是呢,英文就要一个句子来表达,是吧? 所以呢,如果我们想学中文成语呢 那你希望可以通过英文来学呢 就可以看一下这本书是在图书馆界的 好了,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是说什么的 正人买旅 你看这是中文,然后旁边是有拼音 这本书 好,那正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正国里头 古时候呢,有很多国家 正国是其中的一个国家 中国里头,古时候有很多小的国家 其中这个正国呢,是其中的一个国家 正人呢,就是正国里头的那个人 那个人,那个人干什么呢? 他买旅 那,旅是什么呀? 买旅,他去买,买东西买什么?买旅 旅呢,就是,看这里 鞋子 旅就是鞋子 那个正国的那个人去买鞋子 所以叫做正人买旅 你看 在古时候呢 你看 很久很久以前在正国里头 有一个人 他的鞋子呢,就穿了好久 已经穿破了 然后呢,他就想去买一双鞋子 就像这样子的鞋子 你看 他是 他都没有鞋子穿 他是 光着脚的 嗯 然后呢 你看这里 他就说我的鞋子都破成这个样子 就不能穿了 所以呢,他就需要买一双新的鞋子 然后呢 他非常的认真 你看 他在干什么 他拿着一把鞋子 在那里量 量一下 从脚趾头到脚跟 他的脚有多长 还要有多宽 他量他的脚的尺码量的特别的认真 量了半天以后呢 他就把那个尺码给写下来了 写在一张纸上面 然后呢 他就 第二天呢 他就去集市 就是市场买他需要的鞋子了 你看 他就去了市场买鞋子 你看这个人 他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鞋子 然后他有很多款式 他好不容易呢 你看他挑来挑去的 就挑了一双 他喜欢的款式鞋子 然后他就想买 然后老板就问他 哦,究竟你想买多大的鞋子啊 因为每个人的脚都不一样大 是吧 有人穿大一点的 有人穿小一点的 然后呢 他就跟他说 我喜欢这双 这双多少钱 他就告诉他 那你要告诉我你的尺码是多少 然后他就到处就找啊找啊 找他身上的那个袋子 就是说 我明明是今天 昨天是把我的脚的尺码找良好的 写在一张纸上写得清清楚楚 有多长有多宽 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你看他在找 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张纸啊 写好尺码的纸 结果他就很生气 他就生自己的气 他就说 哈 你等我一会啊 我现在回家拿尺码 然后那个老板就觉得 嗯 拿什么尺码 难道他是帮别人买的吗 好拿到家 他就跑跑跑跑跑 那就跑回家 哎呀 好不容易 那时候 古时候是敢集啊 去集市里头买东西呢 就是不是说每天都可以买到的 可能是一个月或一个星期 不知道才会有一次集市哈 好了 他跑跑跑回家 哎呀好找啊找啊 找遍呢 家里都找不到他写的那个尺码 他刚想重新用那个尺子 在量他的脚的时候呢 嘿 那他发现床底下 有一张白纸一看 哦 原来就是他丢的那张 写好他的脚的尺码的那张纸 结果他很高兴 就拿着那张纸 就赶快跑跑跑跑跑到集市 他说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要不快点去呢 很快就集市就关门了 是吧 来跑跑跑 结果呢 跑到那个集市呢 哦真的耶 就所有人 你看他跑 跑回家的样子 跑的多匆忙啊 这个就是集市 跑跑跑跑回家 在跑回来的时候 集市已经关门了 卖鞋的那个店铺已经关门了 然后他就很伤心 然后有的其他的感激收摊的那些人 就看到他就跟他说 哎呀你你干嘛 你为什么那么伤心啊 然后他就说我想买鞋子 你看我都光着脚丫子 我没有鞋子穿 我鞋子烂了 我要买鞋子 但是呢 我回来的时候鞋子已经 卖鞋子那个摊已经关了 然后那个人说 哦是吗 你要给谁买鞋子 他说我给我自己买鞋子 你看我都没有鞋子穿了 然后他就那个人就你看 然后那个人就指着他的他的脚说 你给自己买鞋子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呀 你不是你的脚不是在这里吗 然后那个那个证人呢 就说啊 可是呢我在家量好了 我是非常用心的 用鞋子给给量好了我的脚的尺寸 是非常可靠的 嗯 然后他就说 可是你量的那个尺码就是你的脚的尺码啊 你的脚都在这里干嘛不试一下呢 然后呢 他还是啊非常伤心的就就回家了 他说他还是就他说不行的 我一定要拿着我的良好的尺码才能够去买鞋 我每次买鞋子都是这样子 后来呢 嗯 他总是觉得他很用心良好的那个尺码是最可靠的 比他的脚都可靠哈 好 这就是证人买鞋 鞋就是鞋子的意思哈 证人就是那证国那时候 证国的那个人 证人买鞋 就用这个四个中文字呢 就是表达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就是有的人呢 他做事情呢 他没有 他呢 就是跟着信条 他只相信信条哈 信条就是书本上说的 哪一本最著名的书是这么说的 哪个著名的教授是这么说的 哪个某一个很出名的学者是这么说的 他只相信这些信条 但是呢 就忽略了客观的实际的人和事 他宁愿相信 打个比如他宁愿相信 那本书说的 他也不相信 实际客观上他实实在在看到的 和经历过的事情 这就是证人买鞋的那个表达的这个故事表达的意思 好了 这是 那如果人家用证人买鞋 买铝 证人买铝的那个形容 那个成语来形容 一个人呢 其实就在讽刺他 只顾着 嗯 条条框框的信条 不顾客观的实际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 有一个造句 他说 我们做事要根据实际的情况 灵活处理 就是一定要灵活 否则呢 就会像证人买铝那样子 很容易被笑话了 那是不是很可笑啊 你自己买的鞋子 自己去买鞋子给自己呢 人都在那里 你干嘛不试一下 非要相信那个尺码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意思了 嗯 那让我想起呢 嗯 我的小孩 小的时候呢 带他去daycare 就是幼儿院 托儿所 那 嗯 这里的冬天 还是很冷的呀 我就 总是怕他 嗯 着凉了 着凉了会生病啊 所以呢 我冬天呢 整个冬天 我都给他穿好多衣服 穿厚的衣服 尤其是那个外套 我是给他买厚厚的外套 厚厚的鞋子 就是冬天的那个雪鞋子 然后呢 啊 就是去到那个daycare的时候呢 学校的时候呢 我就帮他脱下来啊 一个厚厚厚厚重的大衣 然后呢 老师就说 嗯 后来啊 时间啊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老师也看不过眼了 就跟我说 他说 嗯 那老师非常的好 他说 小孩子呢 他很怕热 但是呢 出门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一件厚的衣服 啊 给他们保暖 但是我们呢 经常有些活动 他会就会很热 所以他建议呢 给小孩子就是 啊 穿上啊 好几层衣服 就 就并不是说 我以前呢 就是趴他冷 就给他穿一个厚厚的 非常好的大衣啊 啊 羽绒服 里边呢 我只给他穿了一件 啊 啊 啊 长袖的衣服 因为老师说 啊 回到学校会很热 他总是出汗 然后来老师就教我们 就教我呢 就是给他穿 啊 几 几层 那 怎么穿几层啊 我就后来就我就学会了 小孩里边穿一件短袖的 棉质的衣服就可以 啊 吸 透气 吸汗 因为他 在室内玩的时候 他 不建议穿那个大衣嘛 他有时候小孩 懂得多 活动得多 他就 出汗确实是这样 啊 我也看到很多小孩在室内呢 也有人穿一件单薄的长衣 长袖衣或者是 短袖的衣服 在冬天室内 所以经常见到的 确实是如果我给他穿长袖 他是 经常出汗 然后呢 再给他 里边一件短袖 外面呢 再穿一件像这样子的 就可以 拉 有扭啊 或者 或者是容易扣上的 拉链的 一件啊 薄薄的外套 啊 然后呢 我再给他穿一件背心 就没有袖子的背心 这样子呢 就是有短袖一层 长袖一层 还有一层背心 然后出门的时候 出去的时候呢 就把那个大衣穿上 这样他 老师就教这个方法 叫做 啊 洋葱啊 好像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的 这样他就不会太冷 嗯 这个方法我就学会了 挺好的 嗯 然后他自己也会很容易的脱掉 是吧 嗯 再说呢 他根据他的室内的温度 如果他室内的温度会冷一点呢 他就 少脱一点 热一点呢 他就多脱一点 那如果我们只是里边一件长袖 外面一件厚厚的羽绒服呢 嗯 他就会很容易出汗了 也是 很容易 更加更加容易生病的 嗯 好 嗯 学的这个 证人买礼的故事 要让我想起啊 嗯 这些事情哈 证人买礼 证人买旅 就是说呢 嗯 总是相信信条 就是忽略了 那个客观实际的 因素的那些人 就像证人买旅了 好 我们就是下次再讲 另外一个成语故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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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